女性是家庭力量的来源 但是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 女性得到来自父母的能量不足 就会在心里种下缺失爱的种子 在以后的生活中 会经常造成痛苦甚至疾病 来自北京的郭女士 今年47岁了 已婚并育幼一子 在一家豪华的酒店担任部门经理 她一直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 直到最近公司安排所有的员工 进行定期的常规体检 才发现自己患有子宫肌瘤 因为不想做手术 所以她来找我用心智医学的方法调整 刚开始我在按压她的子宫肌瘤能量预读点 也就是官员学和天书学的时候 她都有压力感 天书学尤其疼痛 对话中 我发现她对父亲有着难以放下的情节 她的父亲是因为肝癌去世的 为了延续父亲的生命 她和家里人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但是有一天 病床上的父亲对她的叔叔说 是你们爸爸搞得这么痛苦的 虽然意识上知道 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清醒 自己应该可以体谅 但是郭女士每次想到这件事情 都会觉得非常难受 父亲生病的时候她尽力照顾 经常是家都不回 陪伴在父亲床前 而且父亲去世的时候 她在出差 没能跟父亲做最后的告别 所以心里很内疚 这两种情绪叠加着 让她越来越难受 唤醒她的这些记忆后 通过让她再次面对父亲 将这种情绪表达出来 她感到整个人突然轻松了 几天后 她再次过来条理的时候 讲述了与母亲的关系 她觉得母亲对弟弟非常好 为此她经常为了弟弟和母亲吵架 她在童年需要父母关怀和支持的时候 父母总是不在身边 所以她经常觉得被遗弃 对此她很伤心 也有不满 当生命中这些情绪一点点释放后 她对应腰眼穴的地方也不再疼痛了 之后她再次到医院检查时发现 肌瘤已经从4.7乘以4.6乘以4.3 缩小为1.7乘1.6乘1.5 这样的变化让郭女士又惊又喜 她用自己亲身的经历 认识到了情绪对身体的影响和作用 在后来的生活中 她发现自己心中充满着对父亲的爱和感恩 生活也变得更加美好 女性是需要呵护的 只要得到一点爱 就会付出更多爱 女性的自我觉知 会让她以温柔的方式看待家庭 看待生活 看待世界 能够感受到生活中的美 能够带给生活更多的爱 子宫肌瘤 安利分享 我是2014年下半年 有幸进入心智教育体系的 那个时候 我的生活身体都面临着很多问题 由于性格内向 各种情绪一直压抑在心里 我以前是一个敏感 情绪不稳定的人 活得很累 内心迫切需要改变 进入学习后 我一路追随着包老师心智禅修课程 虽然我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领悟得少 但老师的课也让我学会了敞开心扉 学会了要敬天爱人 知道了思想可以改变一切 不良情绪可以导致疾病 由于思想的转变 我从以前的胆小埋怨 变得大方正向了 生活越来越如意 身体的很多问题 也在不知不觉中恢复或者好转了 我被查出子宫肌瘤已经十多年了 2015年初 体检的时候B超T10 最大的约有5.5 x 4.5厘米 已经有手术指证了 在心智禅修课上 包老师说子宫肌瘤对应的部分情绪时 与对房子母亲先生孩子的埋怨不满情绪 我发现自己确实都有这些情绪 直到原因后 我开始转变我的思想 学会多去体谅和关心他们 对他们付出我真心的爱 课堂上学长帮忙做了情绪释放 我原来负账的症状很快消除了 后来的体检报告也显示 子宫肌瘤也越来越小 虽然没有群号 我也很开心 因为我知道肌瘤还在的原因 因为我的思想种子还在 我还有担心和委屈的情绪在 所以我再次走进心转兵仪课堂 短短四天的课程 老师精心准备了大量的信息给我们 讲解了心智医学的研究起点 理论观点 认识疾病 调理方法 四大板块的内容 特别是什么情绪 对应什么样的疾病 我们应该怎样去调理 而且给了大量的时间 让我们去练习调理的手法 老师基本上 连课间休息时间也是在指导家人 感恩老师的慈悲大爱 即使如此我们也觉得时间不够 要记得东西太多了 在课堂上老师反复强调 我们要有一颗慈悲的心 要敬天爱人 在练习手法的过程中 老师说要带着一颗慈悲心 去和家人沟通 调理别人的同时 自己也会得到调理 这次课堂上 老师帮我做了 子宫肌瘤的情绪释放 调理后 我原来一碰就疼的几个预度 脸不疼了 腰和后背开始发热 在上课前 2月6号的时候 我去医院做了B超检查 报告显示 子宫肌瘤最大的是 3.6乘以3.3厘米 还有公腔肌液 情绪释放后 2月13号我再去做B超 报告显示 最大的肌瘤是2.9乘以2.2厘米 几天的时间肌瘤小了很多 而且公腔肌液也消失了 我特别激动 我再次验证了 情绪与疾病对应的关系 通过转变思想和行为 我柔和乐观开朗了 生活也幸福了 所以我不再害怕疾病 我感恩疾病 给我的提示和爱 前绪华 2017年2月22日 部分情绪 与子宫病症的对应关系 归纳如下 第一 情感或者婚姻 受到挫折 打击波动后 气 己 恨 怨怒 悔恨等情绪 第二 与母亲缺乏链接关系 所形成的情绪 第三 对孩子的教育产生着急 生气 无奈等情绪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喜欢的朋友订阅加关注 好 我们下次再见 乳腺疾病 乳腺增生是困扬女性生活的 常见病 多发病 以乳房肿块疼痛为主要临床表现 数据显示 在医疗技术日以发达的状况下 乳腺癌的死亡率非但没有下降 反而持续上升 相对于乳腺癌的死亡率来说 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情况更令人担忧 乳腺增生在中国古代医学中被称为乳脾 明代陈世公所著的《外科征宗》中 对乳腺疾病的描述和判断全面而具体 他说道 乳脾乃乳中结合 形丝软弯 或中坠作统 或不统 脾色不变 起合虽喜怒消长 多有思虑伤脾 脑怒伤肝 欲结而成 由此可见 传统中医认为 乳房肿块的消长 与情绪喜怒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夺来自皮 肝等身体器官对应的情绪欲结 现今 中医对于乳腺增生病因的讨论 也通常和肝主输泄的功能联系在一起 认为强烈的情绪作用于人体 超出情绪承受的范围后 导致肝气欲结 气急时常欲结于乳房 导致乳周脉络不通 从而产生乳腾症状 气质进一步导致弹宁 血瘀结局成块 形成乳腺增生 部分情绪与乳腺疾病的对应关系归难如下 第一 两性关系因情感而产生的委屈自责 焦虑失落怨恨等情绪 第二 对补育关系的不满 比如对父母兄弟姐妹等的不理解 怨恨生气等情绪 第三 教育孩子过程中 对孩子总是期望过高 过于苛责 失望不满等情绪 夫妻婚姻生活不顺 会导致女性产生焦虑 忧郁等情绪 难以化解 这是乳腺类疾病的最主要来源 而且这种痛苦是与日俱增的 因为父母也许不会一辈子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而夫妻是实时陪伴在一起的人 女性对于感情 往往都抱有很美好的期待和寄托 一旦这些美好的期待被打击 夫妻关系冷淡甚至吵闹 对女性的伤害是巨大的 这些情况留下的情绪种子 严重的情况下会引向癌症 非常感谢你的聆听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有这样一个学员 她因为外遇受到情绪困扰 最终得了乳腺癌 乳腺癌既折磨着她的身体 又折磨着她的内心 这种希望从痛苦中解脱的强烈愿望 促使她愿意打开心扉 面对过往发生的一切 所以在我的引导下 很顺利地进入到了内在状态 几年前她有了外遇 没过多久她忽然发现 自己的乳房长了结结 偶尔还伴有抽痛的感觉 后来经过检查 她被诊断患有乳腺癌 在唤醒她过往的经历后 发现她在外遇的过程中 既快乐又内疚 快乐的是那种被人爱的感觉 内疚的是 她依然很爱自己的丈夫 于是我又引导她回忆起 早年与之有关的经历 一个阳光强烈的下午 梁女士在家里看电视 她把空调的温度调到很低 感觉非常舒服 丝毫感觉不到屋外的炎热 随着门锁转动的声音 她立刻兴奋了起来 出差几天的丈夫终于回来了 她迅速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扑上去紧紧地把丈夫抱住 都说小别胜新婚 她相信丈夫也一定很想念自己 可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会被丈夫一把推开 丈夫突然而来的举动 让她不知所措 所以当时被推开的时候 手势还保持着在最初的拥抱姿态 在原地愣了几秒后 她的手才开始慢慢地收拢 脸上换上了不在意的微笑 毕竟刚刚相聚 她不想让丈夫看出自己的不愉快 而闹别扭 但她分明还是感觉到 心里一阵敏感而尖锐的刺头 同时神情一阵恍惚 觉得面前这个男人让她感到了陌生 她开始怀疑 丈夫对自己的爱是否已经减少了 甚至是不再爱自己了 同时她又陷入了一种 强烈的懊悔和自我轻视之中 对丈夫的怀疑 对自己的轻视 两种情节纠结在一起 从那以后 只要面对丈夫的时候 这两种情绪总是会同时泛滥上来 让她再也无法主动伸出 想与丈夫亲密接触的手 为了让她弄明白事情的内在原因 我让她再次回到那个时间点 找回当时的整个过程 最后问她 丈夫推开她的真正原因是 她终于恍然大悟地笑起来 原来丈夫太胖了 很怕热 那会儿又是夏天 她刚从外面回来满身湿汗 而她一见丈夫就抱住她 让她热得没法呼吸了 所以才推开了她 继续唤醒这几年她的经历 她看到自己一直很累 几年前公司换了地址 她每天上下班都要换乘地铁 来回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非常疲惫 每周有三个晚上要上进修课 学校离家还很远 孩子也一天比一天大了 但操的心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只是有衣食住行 更多地转向到了孩子的学习上而已 家务事似乎永远也干不完 洗不完的衣服 刷不完的碗 脱不完的地 这种状态下 再加上缺乏来自丈夫的爱抚和激情 她当然会有不甘与不满 同时她也看到 自己并不是孤君作战 丈夫还是很关心和体贴她的 每逢进修课都会接送她 先下班的话 饭菜也一定是由她做好 每次饭后 丈夫都会为她准备一杯花茶 睡觉之前一杯牛奶也是常年的惯例 虽然丈夫很少甜言蜜语 但是每次当她喊累时 丈夫总是会为她按摩肩膀 说到这里 她突然发现 好像丈夫对她的好说也说不完呢 这时她也理解了丈夫默默奉献的爱 看到这些 就如一道灿烂的阳光照射进来 她的心敞亮快乐了很多 通过唤醒记忆 她看到了自己是因为对丈夫的情感 没有得到事实的满足才产生的外遇 所以决定回去好好面对丈夫 和丈夫重新开始 同时她也很感谢这次疾病 因为这次疾病 她才有机会了解了自己的内在缺失 才会有机会了解自己的需求 才能够有机会和丈夫重新开始 我们往往都是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 如果可以换成对方的角度来思考 就不会有那么多无名的事情发生了 当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上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应该多从我们的内在入手 静下心来倾听我们身体的声音和身体的需要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更好的发现我们内在的需求 知道怎样才能满足内在的需要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有任何身体或心理问题都可以联系主播 好 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对父母的不理解 怨恨 对兄弟姐妹的不平衡 攀比等心理 都会影响体内气血的运行 家庭是成长的最重要环境 作为孩子来说 对父母有着天生的依赖和需要 总是希望得到更多的关爱和保护 当父母对孩子很严厉或限制的时候 孩子就会产生无法承受的压力 感到非常的无助 这种压力有时候也会来自同辈的家庭成员 比如很有权威感的哥哥姐姐 或者比自己得到更多疼爱的弟弟妹妹 这些记忆是小时候形成的 很多人长大后觉得 音响很模糊甚至记不清了 但实际上这些童年的记忆 会一直留存在我们的细胞记忆中 根本就不会消失 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 一位46岁的女士找我咨询 她的检查结果显示 治疗前左侧乳腺结节分级为3级 右侧乳腺结节为4A级 医生看了报告后 对她的很多提醒和治疗安排 让她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在调理之前 我轻轻按摇她手臂上的乳腺增生 对应的能量与毒点 她觉得非常疼痛 在对话的过程中 我发现她又非常委屈的经历 我顺着这个方向引导 她慢慢敞开了内心 原来让她感到最委屈的人 竟然是最疼爱她的姐姐 在家里 姐姐是最有权威的人 平时追求完美到近乎执着的地步 虽然姐姐对她很好 但是姐姐严苛的要求 却让她感到有压力 她边说边落泪 叙述了很多 使她感到委屈的事情 说完一件又一件 看上去被疼爱的生活 其实背后却有着 那么多难过的感受 说完后她不再哭了 渐渐平静下来 这事后我再次按压 她手臂上的能量预读点时 她觉得不怎么疼了 调理完不久 她再去同一家医院 做同样的检查 报告显示 双侧乳线节节分级 以降为二级 家人是相爱的 但是每个人对爱的感受 却不同 有的人对家人出发点是爱 但对于接触者却变成了痛苦的压力 互相体谅 以每个人需要的方式去爱人 才能让自己的爱有效流动起来 让家庭成员感到贴心的温暖 家庭的能量才会顺畅流动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 记住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